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 我是Felix 大家看到這麼混亂的場景就知道 又是試一下陀佈開箱 剛剛開完的,有些都還沒拆開的 好了,這次依然好像之前一樣 我跟Felix一起拍 上集就在我這裡,下集就在他那裡 這次我們買的東西,已經沒有上次那麼誇張 上次基本上全部都是我版美的衣服 這次一件衣服都沒有的 是非常實用的實用片 好,首先說這兩件衣服 這兩件衣服就是窗簾布 然後呢,我總共買了兩塊窗簾布 基本上你應該看不到的,我就是放圖片了 為什麼我會買這兩塊窗簾布呢? 因為大家有看我的直播可能會知道 我的座椅後面的背景不太漂亮 所以我就想買窗簾布做我的背景布 看起來會比較美觀 拍片也好,直播也好 感覺上也好看一點 所以我就買了兩款 原本我看中了四款 所以我覺得自己買兩款已經很節制了 這款超漂亮的 菠蘿? 對,菠蘿和Fremango Fremango中文是什麼? 紅殼 我的天啊,我原來是超英文啊 我超英文啊 他差點忘記中買,還沒說 咦? 讓我看看多少錢 是每款180元 其實它的布都很厚實 然後它跟每一塊窗簾布送了一袋 因為它送了這袋裡面有什麼呢? 它分別有這種勾 就勾在窗簾布裡 我已經勾好了 還有這個勾的 這個勾在窗簾上 通常你勾完窗簾布 就勾回到窗簾上 就這樣就可以了 還要勾完,做得好 我好乖啊 對呀,我感動啊 做得好 我們先去後面 不要管 我買的尺寸 兩塊都是1.4米乘2.4米 至於效果 如果你們遲些看到我開台 就應該會看到的了 好了,剛剛說到 就是掛完之後掛在窗簾 再掛在窗簾上 我房子職員裡 無ário不 Nor được窗簾 所以我在淘寶購了一袋 很長的伸縮僕 對,已頂盡 這袋窗簾 超長的! 這袋真的超居 很長的! 它建議 knitting is 175 至250cm 按綽的 那個房子的 好像是230-280cm 我也不ww 這個棍子送過來的時候都很長的 它是這樣擋 一邊擋一邊變長 不過我現在擋這麼長是沒用的 待會進不了房間就糟糕了 拿不著進房間就糟糕了 我已經進了扣在這裡 它不知為何會脫出來的膠 這裡特別有碗 是可以擋開的 擋開完之後就可以放這些勾 這些勾就可以這樣串下去 然後下一個就是這個麥架 有看Flex的直播就知道 我的麥架經常會發出非常吵的雜音 它一旦動就... 它一不知如何就... 我也不知道它怎麼動 我的麥架已經試過整個掉下來至少四次了 所以我覺得我的麥架很需要換 之前那個麥架是哪裡買的 那個麥架是Flex送給我 那時候好像買百多元 百多元 忘了跟大家說回剛剛那個粥的錢 剛剛那個粥就70元 那不是粥嗎? 你剛剛才說它不是粥? 我們之前那個麥架多少錢 200元還是150元 150元我都不記得了 應該150至200元 這個麥架聲稱可以... 這隻大力很多 Razer那支特別粗的那支 它都頂得上 如果是我們之前那個腳架的話 Razer那麼大那支是頂不上的 是會對皮的 還有一些特別粗的麥架都頂不上的 那這個呢 就200元人仔 我純粹是見阿念和Van仔都買了 所以呢 我真的買了 希望這個麥架夠好多 它也挺重的 其實... 不知道為什麼它負重多一點呢? 它本身也比較重 開完之後它有一個產品合格證 好了 交給你組裝了 沒事 我之前買那個麥架都可以交給FIX組裝 我用一下很重 它真的很重 它這裏有些軟膠 防止那些捶捶聲可能是 是不是少了些什麼啊? 為什麼上面是這樣的? 你拿一支麥架出來 麥架通常有這東西 但是為什麼這個麥架沒有呢? 不是啊 它的包裝圖是這樣的 似乎它要自己買一買 大家看不看到這張圖嗎? 這張圖這裡有一個黑色的網狀 麥架的支撐東西 好像要買那一塊東西 哇!哇!好痛啊! 神經病 你沒得鬆的 Felix每天都在想怎樣殺死我 那我什麼事啊? 麥架拆出來那裡 本身就有一個這樣的 還有這樣的 在這裡 那就是這樣的 那應該就是這東西 可以怎樣領上去呢? 其實我先把麥架拆出來 我也是這樣說 還有我剛剛弄了很久 放了它進去 之後再領這東西領著 去頂住它 其實就是 那如果你想調角度 轉方向 那你領送它 搞正確的位置 你就馬上扭它 鎖它 我沒記錯呢 這東西都是買這支麥架的時候 就送的 每支麥架都不同形狀 所以都合理的 合理的 我們剛剛就裝完這個麥架 還有窗簾 窗簾 那窗簾其實就想著 硬一點要拿它去寫的 那 那滷通就裝好了 那都試一試了那個位置 發現其實 它那個咒接也是挺厲害的 那麥架呢 都OK的 不錯的 我覺得是 安心感是多了 安心感 對 對 那起碼不會有聲音 總括來說 這兩樣東西都是推的 不過有一點要說就是 我們studio的樓底算是挺高的 剛剛的窗簾也是太長的 對 那我就剪了大概25cm左右 所以如果你們要買的話 就自己注意尺寸吧 那最後一件東西就是 一個 茶包袋 那拆開了之後 你們會看到一個個這樣的袋 那我拿一個出來 玉米纖維 精品過濾 輕便而滲透 健康且環保 無色無味 食品尊容 嘩 你聞一下吧 什麼味來的 哈哈 什麼味來的 好像藥材味一樣的味 那個玉米纖維的 材質 好臭啊 那它開完之後 一個就是這樣 應該不少人都知道 小白是非常喜歡喝茶的 但是呢 我是不用茶壺的 那我覺得 又想要便宜 又想要買個漂亮的茶壺 是真的 很麻煩 很難 而且要洗茶壺也很麻煩 它裡面的洞洞 加上 就算用完茶壺 茶葉也可能過濾不清楚 我又不喜歡 自己經常喝茶的時候 有沒有茶葉渣 我平時是會用 Starbucks那些有飲館的杯 去喝茶的 那所以呢 我就買了這些茶包袋 我只要每次喝的時候 拿個茶包袋 然後倒這些茶葉 然後呢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反進去 哎呀呀呀 這樣用的 雖然呢 偶爾還是會有些茶葉 飛出來 但是我自己覺得 比你什麼都不用 這個是12.8買一送一 一袋裡面有100個 它一盒裡面有兩包 每包50個應該是 好啦 那我今天的開箱分享 就來到這裡 下集呢 下集呢 還會有些小東西 放在Felix那裡 你們有興趣 就記住要看完 她那條片了 她這集依然是過來做吉祥物的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一個讚 如果訂閱我們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 記得今天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出片 你們就收到通知了 就這樣做啦 我們是要去仔講了 拜拜啦 各位小鈴鐺 OMG這好扬衰